大家好,这里是飘飘小厨娘,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 我们中国有吃粽子的习俗,所以很多家庭就会自己来包粽子 粽子做多了也吃不完,所以就会选择保存起来 大多数人保存粽子,就会直接放入保鲜袋中 然后放入冰箱保存起来了 其实像这样放会滋生很多细菌,让粽子流失水分的 这样煮出来的粽子又干又硬的,根本就没有原本的清香味了 一点都不好吃了,所以保存粽子也是有方法的 今天我就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先把粽子都包好 全部包好放入盘中 我们要清楚保存粽子会有那些弊端 第一就是粽子里面的水分会流失 这样会使里面的糯米又干又硬,特别难吃 第二,粽子在保存的时候,会吸收冰箱中各种各样的气味 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粽子,里面有一股怪怪的味道 需要解决这两点其实也很简单 首先大碗中加入一勺食盐 适量的清水 然后用手搅拌均匀 让盐充分地溶解 再来准备厨房纸巾 放到盐水粥吸足水分 水分吸足再来看一下厨房纸巾 特别的湿润 接着我们把需要保存的粽子放在厨房纸巾上包起来 然后用手使劲按压下 捏出里面的水分 再铺上一层保鲜膜 将已经包好纸巾的粽子放在保鲜膜上 紧紧地用保鲜膜缠上一层 里面的纸巾吸满了水分包裹住粽子 这样粽子在保存的过程中 就不会流失水分了 里面的糯米也不会发干发硬了 外面裹上保鲜膜 排除空气的同时 还起到了一个隔离的作用 这样就可以很好的保存粽子了 很好的避免掉让粽子吸收冰箱里的异味 之后把所有的粽子都按照这种方法保存起来 之后再准备一个塑料袋 把我们包裹好的粽子放进去 所有的粽子都装进去之后 我们把空气稍稍地给它挤出去 然后再给它系上口 这样就可以把粽子放到冰箱的冷冻室了 进行冷冻保存了 这样保存可以维持三个月左右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我们今天的方法是给凉拔开中加入食盐 比较适合肉粽的保存 如果你家是吃甜粽子比较多 要记得在水中不要放盐 否则糯米会变咸就不好吃了 第二种方法我们要准备一个密封袋 把已经煮好后放凉的粽子放进来 切记一定要把粽子放凉 粽子放进去之后把密封条给它拉紧 这也是密封效果最重要的一步 然后我们再把里面的空气抽干就可以了 放入冰箱中冷藏起来就可以了 这样也不会出现糯米发干发硬的情况 更不会吸收冰箱的意味了 最主要的是里面的水蒸汽也无法蒸发 所以粽子里的糯米也依然保持软糯清香 这种方法不管是肉粽或者甜粽都可以用 相比于第一种方法来说 更加的方便简单 但这种也有一个劣势 如果你要单独拿一颗两颗的话 就要拆开拿出来之后又要密封 比较麻烦一点 保存好的粽子你们都是怎么烹饪的呢 很多朋友都是拿来煮了 但其实煮的话会使粽子的营养 都会流逝在水中 所以建议用蒸锅的方法来加热 蒸好之后拿出来稍微的放凉一些 我们再来给它剥皮 慢慢地撕开粽叶 看一下里面的米软糯香甜的 营养一点也没有流失掉 简直太好吃了 好了今天保存粽子和烹饪粽子的方法 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